不如再看一次照片 是不是真的那麼恐怖呢? 把照片看上去的手指位 很明顯中間是有帶黑色的東西 會不會自己想多了? 就像個角一樣 有沒有想吃?有沒有想吃? 是不是有東西咬它呢? 有些東西給它咬 咬完就是繩子 不是說咬它 用玻璃門夾爆了手指 我知道 但是用我方式去說 就是有東西咬它 令它咬黑了 有東西咬? 那我也不知道 那它又沒有提供 夾到瘀了 不要緊 好了 有這樣的個案 多謝朋友在我們恐怖回憶的群組裡 交了一些貨 盡量都會在裡面抽些個案出來讀一下 好了 先聽我的電話 剛才說了 市主在這裡 就是Derek 是嗎? 你好 你好 Derek 我們還有嘉賓 你好 Derek 就是Debbie 剛才看了你家裡的CCTV 是 請講解一下整件事的內容 為什麼你無緣無故會拍一條CCTV 拿出來的呢? 什麼原因呢? 我就是因為這樣的 我家裡就養了一隻小狗 有時候就方便看她日常她在家裡 她的活動那些範圍 看她有時候在做什麼 是 好像平時這樣 那一天我下班回到家裡 那一天我媽媽也是在家裡的 那一天我回到家裡 吃完東西 換衣服 然後我媽媽又睡覺了 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間打機 那我就 是我很清楚的記得的 就是我自己 關了所有廳燈 防燈 我都關了防燈 所以你就看到 攝影機那裡 夜視功能那裡 是完全是 一些燈光都沒有的 是啊 那我就繼續在家裡 放到打機 那我打一下打一下的時候 可以打到 大概點幾五點鐘的時候 那我就熟到 那廳燈開了 我沒有理會她 那可能是 媽媽去醫所 然後開了廳燈 然後去廳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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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隔了一間 都離開了半個小時 咦 為什麼還沒有關燈呢 然後我就 我媽媽就問她 咦 你是不是去完廳燈 開了燈 然後沒有關燈 然後我媽媽就說沒有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 那沒理由 我又在房間打電話機 媽媽又睡覺 那沒有人的了 然後我就 調回到那個 攝影機也來看 對 一看就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 白色的飛過 我知道 白色的飛過 其實有可能是一些昆蟲 等一下我找 專業人士幫你分析一下 你也很害怕 飛過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靈體 你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它剛好飛過之後 然後就會開燈 是不是這樣 它就是剛好是 如果亮了燈 看到那個環境的時候 就是剛好是 那個觀音像 即是觀音那個神像 那個位置飛出來 一過了去那個燈位 那裡 它就亮了 那盞燈 之後可能就 那段影片那裡 你們 教了一些背景的音樂 就聽 可能未必聽到 噢 然後到它燈亮了 然後可能 CCTV那裡吸了一些光 進去的時候 是會聽到 拍的聲音 是 有可能是開燈 計算一下聲的 噢 我還聽到開燈的聲音嗎 有的 那段影片是有的 那段影片是會有的 你們自己私下再大聲一點 教回來聽 就會聽到 但是你說 開了半個小時的燈 但是剛才我們看 不會有半個小時 不是 因為我是 剪了出來的 噢 我明白 開燈 當然是由那個畫面出來的 那一刻 好了 這些情況 不知道 我想問 你家裡有沒有這些 古靈精怪的事發生過 有沒有前科的 沒有的 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自己 你問我 本身你相信我 世界上有沒有鬼神 我自己本身就是 不相信有的 但是你問我 我也不會否認它的存在 我也不會去探究 也不是覺得 為什麼 這麼離奇 是 在那個位置飛出來 之後就等於 自己 著了 然後我再聽一聲 就聽到拍一聲 就是 覺得有點奇怪 好 其實你這次 是傳了影片 過來給我們 找一些有識之事 幫你看看 究竟你家裡有沒有東西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那如果真的告訴你 有 你會不會接受到 還是會很害怕 還是怎樣 但是 以我自己做人來說 我沒有害過人 即是 你說真的有的話 我又沒有害過他 他也沒有 他也無需要 怎樣去 搞些搞路 那些 不知道的 有時候的事情很難說 好了 其實我已經有一個答案 不過待會才告訴你 好嗎 但是現在我們現場 我跟Debbie 我看到他立即 咦 來了 他現在用靈擺 在檢查一些東西 他剛才就說 在一個 梳化 是的 我想問一下 這間屋裡有多少個神像 在裡面 只有一個神像 是什麼神像 神像是觀音像 觀音像 是的 然後如果你說 算是天神地質 那些 那些不算 如果你說 只是神像來講 就是觀音像 OK 是 好 你有什麼問題 其實 我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想問一下 我自己的答案 有在手 是 是不是現在 可以說 可以說 我感覺到 家裡應該有三位 亡靈 一位應該是坐在梳化上 嗯 一位可能開燈 嗯 一位不知道 是不是在畫面上 不是在畫面上 是 那 那搬音裡面 是不是搬音呢 不是 都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感覺到 這間屋 嗯 如果住在這裡的人 人的運氣應該就不會太 就是 不是那麼 就是 不是那麼順遂 可能 嗯 嗯 沒有 聽過家人說 這間屋有過事 是不是 古靈精怪沒有 沒有出現過的 都沒有 完全沒有的 嗯 是這次覺得有點古怪 是嗎 是的 OK 那知道觀音是否真的 開了光地請回來 還是怎樣的呢 觀音就是我自己去請回來的 我自己是 親手在那些自責部那裡 買了 然後我自己把手捧到去 我們那邊的觀音堂 找他們裡面的那些人 就幫我開光 點燈 然後我就 再由觀音堂 自己再捧回到我家裡的 哦 全個儀式都是我自己去請回來的 咦 這樣就好像 OK 如果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自己一理解 是很多時候都是有開光 回來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可能 那間屋 或者是 事主 或者家人的運氣 各方面 會拉低了一些頻率 就會惹到一些低頻 或者是位 我們叫做 就是在房子裡 這樣 有機會就是貼到 就算開了光的神像那裡 這樣也會嗎 因為開了光的 神坐在那裡 其實開光呢 或者這樣說 開光就要看一下 哪些人去開 以及看他的功力 這個也很重要 但是其實去到這個位 不要在那裡追究 開光的那個夠不夠功力 我覺得 不是現在討論 總之 是有的 三個 是 跟他有沒有親戚關係 跟他家人應該有些親戚關係 可能是先做 可能是先做 OK 好了 暫時 今晚嘉賓 Debbie 就給了這個答案 不如這樣吧 既然他可能沒有什麼傷害性 是否真的可能是先人 所以就先看看情況 是嗎 是 應該要看看情況 不用擔心這樣 會不會 OK 純粹就拿這條片來 給我們看看這件事是怎樣 一會兒 我會在答案之後 再給你另外一個答案 另一位高靈人士 OK 看看他的看法會怎樣 好嗎 好 你住在澳門哪一邊 哪個地方 看看會不會在你的家附近有些什麼 我們有印證一下 你住在哪一邊 塔石那邊 知不知道在哪裡 不懂了 很遠 爐舊公園那附近 糟了 真的不知道 在探仔還是哪裡 在澳門區那裡 在澳門區 舊區 舊區 也不算舊區 如果是的話 最近大概五百到一千米後面 那裡 就是舊西洋坪場 嗯 好 我們那個位置是看不到的 OK 好 先給你這個答案 好 是這麼多 是 OK 多謝電話 謝謝 拜拜 好 因為暫時引證不到 很重要 所以就看看會不會有其他 後來會出現的事 好 好 那這間屋 其實因為有幾個靈體 如果是這樣的說話 親人又不用搬 是嗎 其實 我檢查一下對她的影響 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影響三位加上 三位亡靈 大概是十幾個百分比 那搬音那個 不是搬音那個 其實都是大概只有六個百分比 所以可能住在那裡的人 不是很覺得自己運氣那麼差 或者怎樣 嗯 所以都是有一個機會 我會檢查他們的嚴重程度之類 上面會給我一個標準 你只能用百分比去說到嗎 是啊 就是我靈界只有十五個百分比 這樣嗎 是啊 你想不想要點數位 蛤 這麼厲害 是 哦 OK 是 好 暫時就可以不用管她 這樣 好 她不是很感覺到有需要處理 那就是這樣 那你問我 她有沒有一些是牽涉到 這三位是牽涉到祖先的 是 有多少位是牽涉到祖先呢 有一位應該是跟祖先有關的 是 跟這位事主的男是祖先 還是女是祖先呢 應該是跟她媽媽那邊祖先 應該是有些困難的 那我會這樣分析 嗯 好啊 那就參考吧 對 參考 參考 剛才你一邊搖一邊搖 其實已經是一些答案 是啊 因為我其實在搖一個零擺 去檢查百分比 我會知道那個嚴重性 自己有個理解 嗯 你有沒有試過一些 你簡直是見得到 或者他根本就是很兇 令到你甚至乎都很害怕 你有沒有去處理那些兇窄 類似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有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上面很保護我的 就是有些很接近的地方 就不會讓我去的 OK 我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 他身體抱養 是 我連頭連尾做過兩次 就是副科手術 OK 我就忍不住跟他說 我說 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你家扔東西 可以嗎 不過我收回你一封利是 我說 你這樣病 我都不在路 我去那間屋見到海 不說哪裏 我進去 他就跟我吹水 因為他有一個女士居住 我就跟我說 我說 不要多說 我來你家是為了扔東西 我一說扔東西的時候 我測試有幾樣東西要扔 要扔八樣東西 我就感覺到有些壓迫感不舒服 我自己當然是 他住了幾年 他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就找 你住一人房應該有些東西 或者是醫務間有些東西 我不停地找 有些鞋櫃 我會很自動自覺走去那裏 我就不會主動我去找 就叫他自己去找 我有時會找到 這個檔案很來的 還有沒有特別 我說你打開檔案看看 他打開檔案 原來是一些中醫的藥方 我說醫藥方不行 你扔吧 我會是不停地找 找完東西 放在門口 我說你一次過扔出去 就是垃圾房 房間就舒服 我再下次隔多一段時間 一個多月見他 他的康復進展是很好 如果以做了兩次庫科手術來說 見到他進展良好 很好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做到事情 下一位 馬來西亞聽眾 這位是 Justin Hello Justin Hello Edmond 你好 我們嘉賓 Danny 我兩年前打過你 兩年前 好 怎樣 是 那時我打來是說我家裡撞鬼 在房間裡面 是 之後 那時的情況是 我睡到三點半夜 之後被怪聲吵醒 嗯 之後我房間裡面那個椅子一直在搖 是 是 然後我去求婦 戴開符 沒什麼事 但是我一脫婦 同樣的事情 三點鐘 一樣發生 一模一樣的事情發生 是 之後我打來跟你說 這樣的情況 你離開高齡人士看照片 你都說是 有 一男一女 你那時說是一男一女 裡面是看到一男一女 是 之後我 你叫我去找師傅 但是那時我不知找哪個師傅 我就沒有理他 我想到 我又沒有打擾他 他又沒有打擾我 應該不會害我 呃 這兩年之內 都有發生很多怪事 嗯 然後直到我上個月 我去找泰國師傅 是 他幫我看到 他說有一隻雷句跟著我 嗯 嗯 然後我再到前幾天 我發了一些照片 去一個有陰陽眼朋友的群組 整個群組很多人 有陰陽眼的朋友幫我看到 是的確有很多隻在裡面 還有 有一隻很兇的照片來尋仇的 嘩 那麼厲害 這是什麼照片來的 呃 我房間的照片 我全部 我的照片是一批過 不是說 拍很多張 是拍一張就拍到的 好 現在看到了 你就圈了那兩個出來的 是不是 有很多 我發了幾張 幾張給你看 就是這些就是 你所謂 你認識的高年人士 幫你圈出來的 這樣 是的 他說有一隻很兇的 是在窗口那邊 嗯 近那個門那邊 是 他說那隻是要來尋仇的 那為什麼會惹了那麼多呢 我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無聊 因為他一直問我 你到底是不是在外面 一百對人 還是搞什麼女人 還是怎樣 我說沒有啊 他真的想不起 沒有啊 而且那隻鬼是 他知道那個人 陰陽眼的朋友幫我 他昨天走到他人家的門口下面 搞他 他很生氣 為什麼要幫我這樣 噢 就是說做炸糧那樣 是嗎 這件事是 是的 我也想問師傅 知道為什麼 有這樣的事 你現在是 我家裡不是一隻 我是一群 好了 就是說未清的 這件事還在進行之中 是不是 還在影響著 是的 我是打算明天 看看廟還是怎樣 因為他講這件事 真的很嚴重 你真的要去清一清 那其實你有沒有親眼見過呢 你除了說 你被人看過的照片 就是他們說 那你在家裡 有沒有一些古靈精怪的事發生過呢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事發生 是嗎 例如好像 我半天一看過 我透過 在房間裡面的螢幕 透過看到後面 有白影飄來飄來 好像在看我 嗯 然後還有很奇怪 就是 幾個月前發生的 就是 我媽媽 過年前我媽媽 在我房間裡面 找到一包療 什麼 一包什麼 在我的軌桶裡面 一包什麼 療 是 而且還不是用家裡的 自帶裝的 什麼來的 什麼裝著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關聯 就是發生這樣的事之後 隔開 過年之後 我爸就開手術 哦 尿道 有問題 無法治療 開手術 蛤 在你房間裡無緣無故有一包 不是屬於自己的尿嗎 啊 是啊 裝置一包尿 還有紙袋 不是我家裡應該有的 其實你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聯 但是有這麼奇怪的事 有沒有被人落降頭呢 你覺得 我開頭懷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我都很無奈 有很多怪事 其實都 是啊 你說到這些時候 你就會證實到有些事情是古怪 你無端端家裡有包尿 我覺得是多過鬼 這些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 鬼不會去 那無端端有包尿 照理 不會啊 我媽媽以為 我媽媽以為我是蒙幼 哦 在那裡是不可能出現的 OK 不可能在我家裡有的 是 所以我想看看什麼事 好 Debbie有沒有什麼看法 剛才 其實上面就不是太要我去直視那些照片 是 我都是看窗的反應 嗯 因為基本上 我如果跟客人溝通 我都是說 你家裡有什麼什麼 你回去後你指證 你不用拍照給我看 嗯 嗯 所以我剛才也是看過鏡子的反應 好 其實一定是有的 嗯 我覺得這些應該一定要入寺廟去尋求解決的 因為我剛才查到應該是一些不是今世的東西來的 是應該是前世的東西來的 是 另外那包尿呢 其實真的應該是有一些亡靈送給她的 哦 送包料給你 但是那個亡靈 我是在檢查 剛才就是檢查 那個亡靈究竟是 對她是一件好事還是不好事 因為我們都要分解她那裡是一群 她的尋仇是一群 有些可能不是跟她尋仇的 是想有些事情提醒她 是的 如果提醒她那個 可能跟她的一些祖先 或者什麼有關係 送包料給她 然後就告訴她 隔了一段時間 爸爸 是的 有一個跟尿道的病 會是這樣的 即是說現在是兩班 即是一班去尋求解決之道 另一班就是兩件事 即是家裡可能是有兩邊的亡靈 一些可能是祖先好的 是的 另一邊就是一些當然在害你的 是的 所以就突然送包料給你 你很留意你爸爸 可能尿道有些事 就是這樣 是的 亡靈是會用他們的方式去幫人 OK 特別是祖先 祖先都可能在仙界 或者在下面亡靈的領域 他要幫這些子孫的時候 他都會有些提醒 會用他的方式去提醒 嘩 即是太厚禮了 是的 即是太古怪了 你那邊其實有很多這些人可以解決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馬尼聲 有很多這些師傅 是的 不過我之前 我看過師傅 就流了 他幫我做一次法事 一次超導法事就搞定 收了我一千多馬幣 一千多馬幣 所以我媽媽就不敢隨隨便便去找師傅 我怕待會有很多電影 沒有很多電影 是的 現在很頭痛 我不知道是 我的朋友就說是想拿尋仇 那些怨是很大的 是 是不是呢 我也同意 我都… 在下頭 我打算 是呀 我在下頭 是 嘩 這麼嚴重 是女靈體來的 是嗎 有一個是女仔 嗯 是的 其實這裡有多少數量呢 不要介意我出去 現在出去 你知道嗎 你知道數量嗎 我覺得 他講一班 我覺得有三四個以上 哪裡 這裡其實是有二十六位 蛤 蛤 二十六位 蛤 二十六位 其實應該這樣說 其實呢 這個是我查看的數量 是的 都是上面網友知道的 在相片看到 都應該是其中 就是在二十六位裡面 只不過是有些可能躲起來 或者怎樣 就不在相片裡可以看得到 嗯 就是這樣理解一件事 好 我想問一下 他們是不是在那間房裡面 還是樓下都會有 其實他們不一定在那間房裡面 其實你不如說 因為前世大陸來的 有時候你走出街 他都可能有藥肝的百分比會跟著你 有時候他們是自然流走的 沒有這個規律性 還有你二十幾個 如果這樣說 你二十幾個說話 總有一隻在阻近 對呀 總有一隻在阻近 唉這樣 好了 你現在怎樣 都希望找到人幫忙 是我 或者我之後有什麼跟進 我再聯絡上來 好 都想了解你現在的情況 我都覺得應該很嚴重 好好好 OK 謝謝 好了 多謝電話 OK 謝謝 OK 謝謝 證實一下 原來家裡有 這麼厲害 真的 有時候就 上面不需要我知道 你不要知道了 總之做吧 嗯 OK 好了 今晚一個小時裡面 我們去了解多一些不同的派別 你們這些高靈人士 處理一些公案 是 挺有趣 我當多一個認知 是 有很多人在做一些特別的事 嗯 嗯 我覺得都 都有點感動 我自己 是 好 回來之後 去到收費時段 一會兒我會找到 我們易經塔羅斯的Chris 即是 用剛才那條片的角度 看回頭 其實如果從靈界的解釋 當然剛才解釋 如果從科學的解釋 其實那些燈光位 有沒有可能是真的變化呢 不然我們再聽一次 我們不播音樂 看看那段片段裡面 是否真的聽到打聲 是真的現場發出 還是有其他可能性呢 我們從科學的角度去了解一下 還有另一位高靈人士去解釋 究竟在這間屋 他看到幾隻 剛才過的片段 OK 好 收費時段 歡迎大家去admonpun.com 用PayPal付費 又或者可以上我們 BigBigAir的手機APP 購買Cons去看下去 好了 Facebook朋友 晚了 WeChat 都明晚再見 好 稍後回來收費時段 潘兆聰 恐怖再見